张正伟记者黄仲玉摄影分享 中信兄弟队宣布其人释出球员名单 五虎将中林志胜和王胜伟并无入列 但仍不乏重量级球星 包含陈红文、林克谦、林玉清、郑达红、蒋志贤、张正伟和罗国华都将离队 中信兄弟表示都因合约借满不与续约 林志胜和王胜伟因为还有合约在身所以没在这波名单中 中央设台北六日电 中信兄弟今天宣布使出包括陈红文、蒋志贤、张正伟等七名球员 领队刘志威强调 这波使出是考量球队长期发展及战力重整考量 除非年底谈约不顺否则不会有第二波 中信兄弟队先前爆发五虎将风波 林志胜、蒋志贤、张正伟、王胜伟、郑达红五名主力球员 遭球队冷冻月薪总价近三百万元 却缺席今年季后赛部分球员遭影射于总教练 伯瀚或其他私的问题 中信兄弟球团当时发出声明强调秉持团队及纪律的核心价值 在中信兄弟敲定战力调整名单前 林志胜四日发出声明否认与总教练沈奈德不合并重申 身为棒球人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棒球的事 中信兄弟球团今天发布声明表示 考虑球队长期发展并进行球队重整 球员战力调整名单包括陈鸿文、林克谦、林玉清、郑达红、蒋志贤、张正伟、罗国华等期 人今年合约届满后将不予续约 五虎将中仅林志胜和王胜伟因合约还未走完 包括蒋志贤、郑达红和张正伟都被释出 对于释出七位球员原因 刘志胜表示不做个别说明 他强调就是球队长期发展与我们战力重整考量 至于未来是否会有第二波战力外名单 刘志胜指出现在不会有第二波 除非年底谈约不顺 中信兄弟这一波释出球员不乏主力球员 蒋志胜今年初赛89场349打数117支安大 打击率高达3×35 张正伟今年初赛89场325打数103支安大 打击率同样高达3×17 陈宏文今年战绩二胜4×9 次救援成功一次中祭典防御率五 中信兄弟五虎将虽缺席季后赛 但球队靠着年轻球员在季后挑战赛以三胜一败致资晋级总冠军赛 但最后在人输给战力完整的来梅沟桃园队连四年落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